再來看到臺鐵因為凱米颱風固境 而中斷的縱貫線 北迴線提前搶修完畢 原定今明兩天要取消八十列次對號車 從明天起全線恢復正常 不過行經兩處災害路段的時候 將會降速行駛 另外和平道崇德間 因為該路段為單線雙向通車 各自列車可能平均延誤 約二十到三十分鐘 臺鐵產業工會擔心 一昧追求搶通 周邊的防護工程如果沒有強化 恐怕會陷入搶通與停駛的惡性循環 跟隨台鐵嘉義公務段工作團隊 走在南京到後避間的軌道上 行政院長卓翁泰一意慰問工程人員 凱米颱風帶來強降雨 導致巴掌吸水暴漲 遭衝壞掏空的鐵路路基 已經修補完畢 台鐵公司晚間進行列車試運轉之後 八月二日起就可恢復雙向通車 移出或者增列一些 關於治水 關於交通 能夠再進一步去精進 做得更好的決議算 颱風天災還是會有 但是人為的努力 才有辦法把它降到最低 朱鎔泰要求臺鐵 相關橋樑也要完成即時鑑定 確保恢復通車後行車安全 同時臺鐵北回線搶修進度 也比預期快 臺鐵宣布自八月二日首班車起 縱貫線嘉義到新營間 恢復雙線通車 北回線和平到重德間的東正線 也恢復單線雙向通車 但經過災害路段時會降速行駛 列車會延誤十到三十分鐘不等 不過臺鐵產業工會之一 北回線自四月起 因土石流中斷五次 還發生落實擊中自強號 以搶通為目標 恐怕導致更多風險 甚至是說 我們在為了搶通的過程當中 甚至有同仁 因為這個山崩的關係 差點被活埋這件事情 在工作上的治安風險提高 也是因為在這個搶通的觀念底下 非常有可能造成我們同仁的危害 另外產業工會也建議在極端天氣下 臺鐵因全盤檢視 萬一再有路線因天災中斷 第一時間要在購票系統上清楚揭露 以免產生糾紛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